大家好,這裡是激進念新聞 我是卡羅 我是桑林 很高興這次桑林自動的來參加這次的錄影 我剛剛問他說要不要錄,他就說OK,那就來錄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聞呢 第一條是國共論壇 馬英九去馬來西亞要演講 他談的是什麼呢? 一帶一路 他竟然談的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這不是中國的政策嗎? 一帶一路是中國這個東協的這個政策 對 那他怎麼會跑去講一帶一路 還是說他自己心裡覺得他的地位是什麼? 他的那個角色是什麼? 馬英九我們都知道他是中華民國剛協任的總統 那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你可以先問三個問題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不是中國的總統? 第二個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不是只是中國的總統? 不是,是不是只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就是 中華民國總統是一個台灣的總統 那你覺得這次馬英九去馬來西亞談一帶一路 跟他總統身份的話 你覺得他對於總統身份的認同是什麼? 他對於總統身份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首 是不是像這樣的感覺 他認為自己的角色的定位 你是說他是中國在台灣的總統 所以才代替中國去馬來西亞談這一帶 對對對 難道我接錯了你丟的球嗎? 差不多了 他認為自己是什麼是不是? 他認為自己是 嗯 認為自己是 嗯 中華民國 前任總統 他認為自己是什麼? 不知道 嗯 沒接到窮 慘慘 好 那他覺得自己是什麼? 就我看來啊 他就要去談這一帶一路 畢竟也不是台灣的政策 那也不是中華民國的政策 那這是中國的政策 所以他應該是代表著 他用一個中國人 或者是中國一個退任 中國一個卸任的總統 去談這一帶的身份才對 中國一個卸任的總統 中華民國卸任的總統 可是其實 對面中華的民共和國 也沒有總統這個職位啊 對 就是 就是 他可能是在某個 意識形態下 兩個中國之下的 一個中國總統 哦 因為對面中國講的政策 同時也是這中國的政策 所以就是 他們要講 那我也順便幫他講 哦 那剛剛講的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所謂就是 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你有一個台灣心 所以你是 當 當 當 民意上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你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都是用一個台灣的總統 去做這種 做這些事情這樣 嗯嗯嗯嗯嗯 欸 我們現場好像有那個 器材的問題 你看一下那個 是不是手機把 手機能按 能按那個 是不是能調收音的音量 好 好 那那個 呃 所以他 他等於是 怎麼講 他心中他就是中國人 所以他就是去那邊 講一帶一路 對就是講一個中國的政策 對 那可是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非常荒謬啊 啊 你不是這個 中華民國卸任的前總統 你怎麼會去馬來西亞 講那個 對面中國人的政策 而且我記得一帶一路台灣好像沒有加入那個 沒有加入那個 他的那個聯盟就對了 那個 等於說那個 好像 雅邪之類的 嗯嗯嗯嗯嗯 嗯 之前亞投行的事情 對亞投行 亞投行跟一帶一路是一起的 嗯嗯嗯嗯 就是台灣也沒有加入亞投行 那你怎麼會宣傳這一帶一路 對啊對啊 從這一點來看來就是他 就不是一個從台灣的角度出發的 做的事情 對的確 而且他就是 化毒箭通 他就是 所以 誰心中他就是一個中國人 他就是一個 正統中國 的這個 嗯 什麼 自由 自由中國的代表 還有這種的想法 對 然後 在好像11月 那個 國共論壇又要開始了 你不要講國共論壇啊 就是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跟 中國的 中國共產黨 對 對的兩邊的 兩個國家不同 兩個地方 兩個不同地方的政黨在論壇 對 黨主席論壇 那其實這個我又想到之前那個 就是基金策略台北分部的召集人 何成輝說過 就是 他們這樣的做法 等於是說 再把 這種 國內的矛盾 就是台灣島內的矛盾 外部化 就是 從 這個 把 台灣 在台灣兩個政黨對抗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他帶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國家的另外一個政黨那邊 所以 他是代表著 這個 對面這個國家 在跟台灣對抗 對 我覺得他應該是 那個外部化應該有營造出一種就是 明明就應該是 台灣兩個最大的政黨 民進黨跟中國國民黨 沒錯 兩個黨之間的對談 他把它拉升到 然後 預設了一個前提就是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做這個統戰 然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呢 所以才會有 國共論壇的這種狀況出現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今天如果是民進黨 或者是 中國國民黨去跟 比如說 美國的民主黨 或共和黨講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 用類似這個國共論壇之言 那他國共論壇的框架 講的這名字就 隱隱約約在講說 欸就是在一個中國之下 內戰一序 或者內戰一序的 兩個中國分裂 反正都是中國一部分裡面的 兩個中國政黨 在進行會談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嗯 的確 那個林友啊就講了一句話 這個習近平淪落到要跟 洪秀柱見面 這 呃 現場隱隱的發出了笑聲 好 那你說洪秀柱不是一個咖 這樣子 是一個喜劇咖嗎 還是一個 嗯嗯嗯 它代表了某一種 價值 某種中國國民黨的價值 嗯嗯嗯 對 你剛剛有講就是說 其實 呃 再不記得他也是 中國國民黨的 當主席 他還是在某 中國國民黨的 那一套規則下水上的當主席 雖然說 我覺得那一套規則 嗯嗯嗯嗯嗯 對 而且 其實最近他新聞 最近不讓黨產委員會 在那個 在抄他們的這個 當場嘛 那 就是非常的狡情啦 他就說他要賣房子來 來那個發薪水 對 真的是 真是 臉皮真的是 真是蠻厚的 這個任誰都知道啊 這個 中國國民黨產 才不只這麼 這樣一點點而已 就是 許多這個 投資啊 投顧啊 或者是這種 非這個 非具體的 這種 這種 非有形黨產 這種 或者是已經是 它是一個 流動式 流動的黨產 說不定這個文字也是 也是當黨產之類 也有可能 而且我今天也有聽到一個消息說 他們要去解約那個他們租 那個辦公室 他們的黨務辦公室的租約的押金拿回來就可以發薪水了 我覺得這非常的狡情 因為他們現在可能也面臨到一種狀況 他無論從哪邊找出錢來付薪水 通通都會變成自暴 自暴這都是黨產 對 那他們解約的這一筆錢 也有人說他解約了這一億元的押金 他其實是當初中廣買賣的時候的錢 所以那這筆錢是不是不當黨產 又有的 就有的抓 有的爭議了這樣子 因為中廣很大一部分也是國家的錢進去 然後就用這種手法流到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手 對 而且其實他們這一次也有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工 好去跟 欸是勞動部抗議嗎 那個不當黨產委員會 抗議說那個 他要他們的薪水 可是這個就牽扯到了 對 這個就是獄人不俗啊 這個應該說你勞方要薪水 那你應該去跟資方要 那資方呼出來是資方的責任嘛 對 重點是今天資方就不是一個很正常 或者是正當的一個人 一個團體 或者是團體 或者是公司 或是政黨 那你今天如果說你是一個 比如說搶劫 搶劫集團的一個手下 然後你們今年就是因運不善 你拿不到薪水 你會跟勞動部講說 欸我今天拿不到薪水 請勞動部代替資方或制裁嗎 也不會啊 因為你做的就是一個不當的行為 你從一個不當行為之中 你就是一個結構性之二 或者是你參與了這個邪惡的一部分 那你今天參與了邪惡的一部分之後 你要說 喔因為我拿不到薪水 我要去看你 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因為並沒有說 不當黨產委員會 或是勞動部 他有說我有這個 我有義務要幫你 要幫你討這個薪水 因為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並沒有像其他的抗議的事情說 那因為他有這個代償 代償求償的問題 對 而且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有發揮一點點創意的想法 就是說 黨產在哪裡 這些黨工們可能是最知道 對 那是不是不當黨產委員會弄一個 這個吹哨條款 就是檢舉啊 對啊 幫忙檢舉嘛 那檢舉了 你就拿那個 你的遊退好了 你就遊退啊 或是獎金啊 或是什麼這樣子 對 因為就是黨產在哪裡 你們最知道 就是 就期待你們 期待你們的表現啊 這樣子 對 站在我們立場是希望這些黨工趕快 嗯 覺醒啊 覺醒說 欸中國國民黨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正常或正當的正當 那他裡面所有的黨產呢 也很可能都是不當的黨產 對 那你就要奢求這不當的黨產發給你薪水 實在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情 你早點覺醒 早點離開 早點去找一個正當的工作 為台灣盡分行李 就跟我們一樣這樣 這樣就很好玩 就跟我們一樣 哇 今天那個山林的用字 非常的非常的激烈 不錯 非常好 我很喜歡 因為一個搶劫的公司就是這樣子 對 那再來 嗯 就是前陣子這個金鐘獎 吳宗憲的發言嘛 就是 聽說第一個說 內地的好像也是他 第一個藝人 對 好像是喔 在公開的場合 說內地 就是把中國用內地來稱呼 其實我不太常看電視 那對你的健康非常的好 你的心情也會非常的好 對 那他的發言呢 就是說什麼 喔 別人有什麼 Youtube 我們有微博 那微博 那不是中國的嗎 對 那中國的 對吧 那什麼 別人有什麼 我們有什麼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以一個非常中國 中國架構 一個中國的框架下的思考跟發言 對 那對他們而言 他們都會說 什麼就是 為了什麼發展啊 為了賺錢啊 幹嘛 就是為了那個人民幣啊 他們都屈服於這種狀況 那這時候我就想到一個藝人 就是何韻詩 就是在香港這個藝人為什麼能說出真話 或說出正確的話 而不是說出政治正確的話 他也能得到大眾的支持 這樣子 那為什麼台灣這些藝人好像都很喜歡 就是以這個身為中國人 或者是就是講話的時候就會變成 剛剛你有講到就是以一個這種被殖民的架構 就是 欸 他是中國人 那他不會以台灣為主體性來思考跟發言 對吧 那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這種統戰的模式這樣子 站在我的角度上會覺得很可惜啊 但 就是我問卡羅說 你會不會覺得說 吳宗憲他如果說認同他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跑到中國去 然後希望得到中國籍 然後站在中國人角度 做這個發言 那身為台灣人的你 你會不會覺得說他的做法是有違背道德的 還是只是你心中感到萬奇說 好好的一個台灣人跑去揍中國人這樣子 你覺得這是他自己的個人自由 還是他會違反一些道德嗎 當然違反 呃 當然也違反道德層面 就是說 你的整個的發展 其實你不是靠中國發展起來的 你是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的演藝圈發展 那你就是 那就是你觀眾對你的收視率 對你的喜愛 那就是支撐你發展起來的 那你當年你也曾小趴過 那你大趴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跟當年你討厭的大趴 現在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們說我們要飲水吃緣嘛 對 那就是說這個東西的架構基礎是台灣人對你的支持 其實大家小時候都會看他的節目嘛 但是後來發現這些做節目的品質啊 或者是那個水準啊 都漸漸的覺得 對 漸漸的但只有越往低落處走 就是往中國走 就是越往低落處走 對 那因為其實都沒有說自己發揮創意 然後用心製作的節目 然後就是現在你的 他的理由都怪在說網路啊 什麼那個就是那種線上影音平台 他都怪在那上面 那你怎麼不會參考派案說韓國啊 他們在製作那個 製作綜藝節目 或者是影集 或者是劇情 劇情片或者是電影 他們用心的程度是多少 他們嚇了很多心力 當然也有政策方面的保護 就是他們對國內產業 國內影視產業 他們的電影會有限額配額 就是說不會像台灣一樣 台灣可能已經是開放到 幾乎是脫光光的 就是說把那個好萊塢片 我們甚至因為時區的關係 我們還會比好萊塢更早播 更早上映這樣子 就是說你沒有管制 這個外國電影的配額 那你就直接就上了 你沒有保護到國內的國片 或國內的影視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了這樣子 那他就是國內的藝人 應該是說要 黃制度性的方面 對對對 就是像現在NCC 他也很扯啊 NCC這個黑單位 他把那個黃金時段 他現在還遞不出來 什麼時候是黃金時段 晚上凌晨一點到七點嘛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們在黃金時段 是對外國的影集是有限制的 就是有一定比例 就是外國人出現的人數 那個時候制定政策的時候 中國那邊 或者是其他的 那也算是一定程度的其他國家 所以現在變成說 大家就是拚命在放中國的連續劇 或者是韓國的連續劇 那這東西其實也是有反打回來啦 人家也是可以做到好節目 那你吳宗憲 你現在就是 就是全部都怪在這些什麼影音平台 然後怪在什麼 人家自己直播的那種 直播的小眾型的節目上面 對 明明就是你的 你們的製作不夠用性 然後沒有創意 然後吸引不到大家的目光 其實就問你句話 吳宗憲一路在台灣成長之後 他到底有沒有帶給台灣什麼 他除了他自己很有名 紅過意識以外 他有沒有帶給台灣什麼樣的進步 其實 就很可惜 看到他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聽說好像他 後來也 好像他這麼用力的書成 好像中國好像是要封殺 還是封殺他是嗎 好像也有一定程度的封殺他 對 他這時候就變黃安的好朋友了 仇人 仇人變好友 對 好 那我們下一則 下一則新聞是 李天柱 他的反同性戀的發言 他在拿到這個最佳配角獎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 這個同性戀會讓人類滅亡 但是其實我們看那個殺人最多的人 到底是不是同性戀啊 我們有列出那個四個 全世界現在紀錄上殺最多人的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對 分別就是希特勒 然後史達林 另外兩個在中國 是中國的毛澤東 還有中國的蔣介石 對 那他們 對 就是會讓人類滅亡的是 一心戀 剛剛好這四個都是一心戀 還蠻剛好的 對 所以就是 究竟同性戀會不會讓人類滅亡 就是可能 無據愚蠢會讓人類滅亡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那今天呢 剛好我們激進呢 今天在高雄的高雄全國事務所呢 有舉辦一個 下一則就是我們激進自己的新聞啦 就是在高雄的全國事務所所舉辦的這個記者會 那就是跟這個香港的本土陣線的發言人 黃台 黃雅 黃台雅 黃台雅先生呢 就是一起 就是在記者會上面就是 就是發言這樣子 那就是 我們發出 因為他本身在這個香港 因為就是有暗在身就是被 被控告就是有點顛覆政府的這種 這種狀況 然後他有暗在身 他要出國 本來是要邀請他跟兩天幾 那他要出國的話 必須有外國 就是其他地區 外國的政黨 或者是團體協人社團 來發出邀請 所以我們就發出了邀請函 邀請他來台灣跟我們交流這樣子 那就是 他在記者會中呢 講了一些蠻重要的點 就是當香港就是在97之後回歸中國之後呢 就是他們的中國跟香港之間的政策 就是發生了蠻多讓香港人憤怒的事情 包括2003年開始就是他們的中克自由行 那當然也對他們帶來了很多的旅遊的紅利 但是也直接的 現階直接的就壓迫了香港人在地生活的空間 像是奶粉 對奶粉 那還有其實還有雙妃那個孕婦 就是到這個香港的醫院 等於說就是擠壓了香港人 香港本地人的醫療資源 對 那就是事情一件一件的發生 包括這個水貨客的事情 那就是造成了這個 那他沒有說這就是 香港人說這就是妨害 那這個東西等於說 這些東西 也不是單一的 除了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他們最直接的 會發生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在香港就有這個 一條龍 等於說中國的一條龍 那等於說去進入 從中國進入了香港 去侵蝕了香港的本土 在地的生活空間 對 那 其實就是生活水平 生活就變水平 對 就是香港的生活水平 會變得跟中國一樣 對 那就是對他們而言當然是很不習慣 因為他們本來的生活水準 還算是在 在跟中國比的話 是相對還算 比較靠近英國一點 對 比較靠近英國一點 所以就是說 而且這一次的選舉 也發生了很多這種 限縮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政治立場 或者是爭取普選的權利的東西 通通都有發生 而且也有梁天齊 他的這個禁止參選的事件 所以這是 我們就是跟香港這邊 有這個合作 然後來交流這樣子 做經驗上的交流 對 做經驗上的交流 因為在香港來說的話 他們發展港獨的時間 比台灣稍微短一些這樣子 那等於說其實各個時期嘛 跟前期然後中期後期 對他們而言都有不同的看法跟觀點 因為當時他們也會覺得說 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他們還是有維持 相當一定程度的繁榮 那當然這也跟我們激進黨 長期說的這個中國白蟻 其實中國白蟻是從他們的 從他們的紀錄片 從他們的新聞訪談影片出來的 就是說港共的地下人員呢 在97回歸之前 他們就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地下工作 準備好讓整個香港社會 能夠接受或者是說順利的移交 那順利移交 那他就是在社會的各種基礎的階層 去打好、打點好 那等於說就是像當初這個梁振英 他在上台的時候 就很多這個突然平常不知道是誰的人 跑出來支持梁振英 對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在做這些基礎的工作 來順利的接受香港人 其實現在就是說改變香港 在香港的改變上 香港人已經感覺到了這個不舒服的狀態了 所以那這次他來呢 也會在台北 台南也會有一場 他先是在高雄 然後台南 然後在台北也會有一場記者會 那在台北也會有一些分享 那就是請密切注意我們的粉專的公布這樣子 那有機會的話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講座的活動 那今天的極限年新聞就到這邊 我是卡洛 我是三菱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拜拜 有觀眾要提供了嗎